一名妇人下车跑进派出所内向远警求助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警方了解情况后 也立刻上警车发动引擎 要妇人开车快点跟上 原来她车上的79岁父姓老翁 是一名肠胃重症患者 当时突然呼吸困难抽搐 甚至全身贪软 妇人当下不知道该如何示好 只好向警方寻求帮助 警车十万火急明迪开道 紧急从花莲的吉安到乡 只用了十分钟就赶到门诺医院 随即将老翁转交给医护人员 所幸这位原警伸出人手 紧急开道救援 才让老翁能及时到医院救诊 保住一命 事后家属也向警方深深表达谢意 整起救援行动也圆满落幕